知情人士曝光 中共征兵异动 习近平疑似备战 台湾旅游团复国岛被丢包案 越南展开调查 中国出生人口猛将 11年后 200万教师没有饭碗 香港政治犯获释后求职难 日本拟向东南亚四国提供长期海上支援 以反制中共 俄罗斯发同级令 立陶宛文化部长强硬回击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机生TV两刊要文 今天是2月14号 星期三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看一则关于旅游的消息 您想在这个春天体验台湾和日本的美景 美食 文化吗 想和知名的媒体人施板明夫同游日本吗 4月份 希望之声组织10天的台湾 日本时政文化之旅 4月14号抵达台湾 观赏游玩5天 4月19号开始 日本部分由时事评论员施板明夫 亲自带团前往日本福岗拜访安倍的故乡 寻记明智维新马关条约的故地 现场为大家讲解两场演讲 三场与台桥及日本各界交流晚宴 同时在那里还可以品尝美味的河豚 报名截止日期是2月18号 名额剩下不多了 不要错过哦 美国咨询热线855-955-5227 相关的具体行程安排 联络邮箱都放在置顶留言区了 方便您前来查询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龙年一时传出中共全面征兵的消息 从1月底至今 湖北 河北 福建等省 陆续召开2024年全省征兵工作会议 有地方官员来势汹汹 要求征兵工作 认清严峻形势 农村征兵不留死角 外出务工都要强制服兵役 在大纪元13日的报道中 河北居民李先生披露 这次征兵 中共把退伍5年内的军人又招了回去 这是他同事的丈夫遇到的事情 担心说要打仗 李先生还说 这次征兵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然后 兵林着重是要24岁的 注重兵源文化素养 要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 说是适应未来信息战的准备 顺带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有利于维稳 李先生进一步的解释说 以前征兵不分城市或者农村户口 而且 就大学生来说 农村大学生入学时 就已经把户口迁到了学校 不暂时农村户口 但是 这次我得到的消息是 农村户口大学生在征兵 从去年开始 河北农村户口的必须要求强制性征兵役 但是城市户口不需要 之前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 再有就是 之前征兵年龄卡得特别严 但是现在征兵是18到24岁 没有具体说是24周岁还是虚岁 李先生的两个手机号码全部收到了征兵通知 他感觉当局在备战 他说 去年征兵没有征到多少人 今年河北领导表示 务必要把人征齐 今年参军的大学生确实是担心要打仗 都有一种大难临头 各自飞的感觉 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认为 中共扩大农村招兵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共或习近平当局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 因为农村农民的人口基数在中国最大 而且农村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所以一旦战争爆发 农村兵如果遭受重大伤亡 不会像城市兵那样迅速的引发最大的政治经济效应 这是现在中共大力招农村兵的一个根本原因 至于中共准备何时开战 袁鸿兵认为 习近平当局现在就等美国2024年大选 习近平的判断是 无论大选结果如何 都会造成比上一次美国大选更加严重的社会撕裂 而且这种分裂状态会持续几年 因此中共就把这当作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所谓窗口期之一 希望在2025至2027年之间利用窗口期来发动台海作战 另外 中共官媒央视除夕夜的春晚当中 也出现了征兵的节目 由现役的军人持枪上舞台 背景配上战机 坦克 抢摊登陆 导弹齐发等画面 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 新年本应该是祥和 官媒去播出这种充满血腥杀戮味道的节目 非常不和谐 除了恐吓中国上上下下的百姓之外 从画面来看 还有可能有恐吓台湾的味道 不过 中共的军力不足 特别是两栖作战能力不足 美国前海军情报官 米切尔航空航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达姆 近期发布一份中共军力报告指出 中方从去年开始把民用货船跟军舰结合 2023年就进行了812次军演 数字创下记录 但是虽然民用船只可以帮助运输军队和武器装备 可是达姆的报告研判 至少在2030年之前 后备民用船只仍然不具备足够的两栖登陆能力 也无法在极为严峻的环境之下提供后勤 而这些都是要完成大规模跨海入侵台湾必须的支援 中国年期间 数百名台湾旅客在越南富国岛旅游时被丢包 越南尖江省旅游局14号宣布展开调查 台湾年代旅游暴击推出富国岛五天四夜行 总共有790名旅客参与共设四个团 但是因为年代旅游与越南当地落地接待方 没有谈好付款日期闹出了纠纷 这790名旅客落地之后被丢包 不但没有台湾导游陪同住宿餐饮门票交通通通都出现了问题 甚至一度连返回台湾的班机都出现了变数 最终全部旅客分四趟班机分别在13号和14号返回台湾 事情延少两天之后 越南尖江省旅游局宣布 14号派出监察小组前往富国岛厘清各项问题 审视两家旅行社之间的合约并且做出处理 台湾旅游品质保障协会公关主任李奇悦已经表示 旅客返回台湾之后 可以尝试与旅行社讨论赔偿 若沟通不成 品质协会将成立专责窗口 15号起接受旅客申诉 协助召开协调会 台湾观光署初步调查 年代旅游基欠越南地阶旅行社团费 造成部分地阶社不接待旅客 一般包机油会事先付款 但是年代旅游的行程在2月15号结束 付款却定在了2月26号 相当的奇怪 观光署正在调查 若违法属实 将依据发展观光条例 出以1万至5万元台币的罚款 一名被丢包的女游客12号 在社交媒体讲述 一家12口 有老有小 到半夜12点还没有找到住处 一开始就付了近70万台币的团费 但从旅行第一天 就没有原本说好的导游 领队 这位女游客表示 年代旅游不负责任 自己已经保留证据 返回台湾就会提告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教师行业未来面临极大不确定性 预计到2035年将有约190万教师过剩 报道说 过去教师被视为中国的铁饭碗之一 但是随着出生率加速下降 预计未来10年有数百万教师失业 中共教育部的数字显示 2021年幼儿园儿童人数出现 自2003年以来首次下降 2022年再次下降3.7% 2022年小学生总数出现了 自201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比上一年减少了47.88万人 至1.07亿人 与此同时 房地产泡沫破裂 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也负担不起师资力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楚朝辉表示 学生少了 在一定时期某一区域内 学校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裁员 根据我的实际调查 由于财政负担 今年的地方政府招收的教师 肯定会减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 乔锦忠领导的研究显示 如果每个班级人数保持不变 到了2035年 小学教师将过剩150万人 中学教师将过剩37万人 有老师表示 公立学校可能会缩小班级人数 来避免裁员 但是私立学校的经济压力会更大 而且已经实行小班授课 裁员的可能性很大 自由亚洲电台14号报道说 因参与反送中运动入狱的政治犯 获释之后很难找工作 特别是专业人士 行业内的政治审查 让他们事业毁于一旦 前民阵召集人陈浩环 出狱大半年之后 才在佐敦一家居酒屋找到兼职工作 陈浩环说 盛名联成员黄浩明出狱之后 曾考保险牌照 但是因为有刑事记录 虽然考试合格 但是找不到保险方面的工作 陈浩环解释说 面试的时候 只要你填写刑居记录 便没有了下文 另外被捕时 名字上过文汇报 大公报头版的 就更难找工作 房子也租不到 凡需要政府认证资格的职业 比如老师 社工 保险 会计等专业范畴 一般也不会有机会 曾经入狱的刘家栋也表示 如果政治犯是专业人士 一般很难回到本专业工作 这批高学历的人出狱之后 大多不得不离开香港 到其他国家 诚心考职业牌照 例如老师 几乎是清一色 不可能诚心指教 刘家栋说 更令人心痛的是 从被捕一刻开始 一些专业人士 就会被同行业特别关注 被行业内未审先判 进行政治审查 事业毁育一旦 社工行业尤为严重 日本放纵协会NHK13日报道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将制定一项十年计划 向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越南 提供长期支持 包括提供巡逻船 无人机 雷达系统 以及人力资源培训 日本方面认为 这是安全方面的首要任务 是为了在南海制衡中共 报道中说 日本官员上个月 已经到菲律宾和印尼视察 4日将到访马来西亚和越南 将与各国讨论 无人机 雷达系统 和巡逻艇的需求 以及人力资源的培训等 详细计划将在明年的3月份出台 报道提到 中共主张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管辖权 中共在3年前 颁布新版海警法 允许中共海警在南海地区使用武力 周边国家都对中共加强了戒备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 范田雅文告诉NHK说 日本支持东南亚四国 是因为中共 最近中共在南海 对东南亚各国加强施压 最近中共在南海 对东南亚各国加强施压 对各国而言 能在日本支援之下 充实海上警备能力 无疑将成为抗衡中共的有力支撑 俄罗斯政府13日 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几位官员发通缉令 罪名是对俄国以及历史记忆 采取敌对行为 其中立陶宛文化部长凯瑞斯做出回应说 俄罗斯一再扭曲事实 但是凯瑞斯也很开心 自己的努力没有被忽视 除了凯瑞斯之外 被俄国通缉的人还包括 埃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和埃沙尼亚国务秘书彼得奎普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 这三个人是因为毁坏苏联士兵纪念碑 而被通缉 这座纪念碑位于埃沙尼亚第三大城市 纳尔瓦 纳尔瓦和俄罗斯隔海相望 二战之后曾一度被苏联政府划入俄罗斯 俄罗斯外交部还威胁说 发出通缉令仅仅时刻开始 据法新社报道 凯瑞斯发声明回应俄罗斯通缉令说 俄罗斯政权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 他们试图扼杀自由 然后继续创造出不符合事实及逻辑的 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 我很高兴 对拆除苏联废墟的努力 并没有被忽视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growsiac varios 好好好 这边是想我们的声色 或是otja 宠饵人的报道 一般ment 杨若 对 感谢观看